大家好,我杨风。 今天8月20号。 美国在阿富汗势力,尤其是进入8月之后的短短两个星期之内, 美国一手培植的阿富汗政府军,迅速溃败。 这种溃败的速度,只能够用兵败卢山岛来形容。 只是,当我们看到,阿富汗政府军的节节败退, 以及美军仓皇撤退的时候,不管是往未来的时局看, 对中东地区,以及整个世界的局势,所产生的重大影响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要看一看过去的半年,中美俄在阿富汗,是如何的斗智斗力的。 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斗智。 因为这一场斗智,可以作为中美大国博弈的参考。 而且是非常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。 我们先说一个观点。 大凡有关一个国家,政权更迭的战争,不会只有军事上的征战。 往往是包含了战略和政治。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反攻,更是经典的战略和政律的布局。 一个世界超级强权,所扶持的政权,所培养的政府军队。 在面对游击武装力量,竟然是那么不堪一击。 从美军开始撤退,一直到首都陷落,才不过一百天的时间。 这里面是大有文章,有许多旁人看不到的文章和内情。 我们先说一下,美国撤军的目的。 美国撤军阿富汗,最明显的一个理由是,把战略资源,转移到印太地区来,好集中力量,对付中国。 这是最明显的理由,也是最普遍的说法。 但是,美国肯定知道,撤军之后,所造成的权力真空。 所以,美国一定用一些盘算和布局,来应对撤军之后的中东局势。 谈到这里,我们就得翻一翻过去的历史了,不远很近。 我们参考一下,几年前的伊斯兰国。 美国在2001年,为了报复基地组织,对美国在911事件中的攻击,挥兵攻打阿富汗。 然后,又在2003年,指控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,会危害到中东地区,危害世界的安全。 所以,美国又派起了大军,打下伊拉克。 这时候,美国在中东地区是兵威正胜,军威大长。 那时候,一些西方学者,把美国比喻为,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。 甚至于,有一些学者认为,美国帝国的影响力,超越了罗马帝国。 理由是,自古以来,从来没有一个帝国,在海外拥有几百个军事基地。 美国的海空军力量,在全球的水道通路上,是无处不在。 当时还有一个说法,美国有可能在两三年之后,再度攻打伊朗。 一举把伊朗给拿下了。 这样,中东地区从此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,可以挑战美国的力量。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。 美国在2003年打下伊拉克之后,伊朗的东边是阿富汗,西边是伊拉克。 伊朗被美国从东西夹击,南边是沙特阿拉伯,然后阿拉伯海上,又时常有美军航空母舰在海上巡逸。 伊朗的北边,美国的确是厉害,美国打下阿富汗之后,美国协调阿富汗国土北境的北方联盟势力。 然后,又藉由反恐的名义,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,建立了军事基地。 美国等于是在中亚地区,打通了一条军事的通道,使得当时的伊朗非常紧张。 同时,也严重威胁了中国在西北地区的安全。 那时候的中国,没有歼20,运20,也没有歼16,东风21D东风26系列导弹,也还没有成功开发出来。 如果按照时间来计算的话,2001年,美国打阿富汗。 你看,2003年,美国打伊拉克。 那么,美国有可能会在2005年,或者是2006年的时候,再度攻打伊朗。 伊朗看到这种情形,当然也理解到,自己可能会是下一个被美国打击的目标。 所以,那时候的伊朗,就非常谨慎小心,尽量不得罪美国。 可是,实不我语,有几个原因,是当时的小布希,以及共和党的强硬派,不得不暂时放下攻打伊朗的念头。 第一个原因是,两次的战争,已经耗费了美国大量的金钱和资源。 美国国会无法接受,美国再度的对外用兵,而且对方是实力更为强劲的伊朗。 第二个原因,小布希政府信用差。 当初是小布希政府信誓旦旦地说,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 小布希以此向美国国会游说,向美国人民游说,但结果却是找不到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,只有洗衣粉。 就这样,美国并没有发动对伊朗的攻击。 紧接着,2008年,美国遇到了百年难见的金融危机,更不可能打伊朗了。 更为不幸的是,由于金融危机对美国财政的伤害,以及多年在阿富汗战争,以及伊拉克战争的损耗,美国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。 但是,怎么收呢?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。 一直到今天,仍然困扰着美国。 2001年,美国从伊拉克大量撤军,造成了该地区的权力真空。 伊斯兰激进势力再度的兴起。 那么,美国怎么办才好呢? 好,重点来了。 美国在海外向来的做法是,拉一帮,打一帮。 也就是搞离岸平衡。 这一招,不能说是无往不利,但是,的确发挥了很大的用处。 美国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,可以提供军事武器。 美国又有强大的政治力量,在地缘政治上,说话是最有分量的国家,盟国又多。 加上,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,掌控着美元霸权。 也就是,美国有钱,可以向海外的政治势力提供财力上的资源,金钱,武器,和政治力。 这三大之争,美国在海外是得心应手。 于是,美国就看上了一些当地的势力。 美军撤出之后,伊斯兰的激进势力再度兴起。 而美国这时候的态度,就很暧昧了。 要当离岸平衡手,得要有至少两股以上的势力在互相争斗。 果然,伊斯兰的激进势力迅速壮大,跨越了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国土,建立了伊斯兰国。 由于伊斯兰国的建立和壮大,伊斯兰国和周围的国家就产生了冲突。 叙利亚,伊拉克,伊朗,还有土耳其等,都受到了影响。 也因此,美军撤出伊拉克之后,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的状态,立刻被混乱和战争填满。 这方面,不能够说得太详细,否则的话,这个视频就过不了关了。 为什么说,美国的态度暧昧呢? 我们举一个证据。 由于伊斯兰国势力崛起的太快,已经不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控制了。 美国开始打压抑制伊斯兰的势力。 否则的话,一旦美国所扶持的伊拉克政府倒台了,美国的辛苦又白费了。 2014年,美国开始轰炸伊斯兰国。 还记得第一次轰炸的时候,杨凤在电视机的屏幕前,看着CNN的报道。 CNN说,美国宣称,对一处伊斯兰国的基地,投下了500磅的炸药。 500磅是什么概念呢? 大约三个成人的体重吧?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轰炸,有规模的轰炸吧? 结果呢? 美国轰炸了一年多,却没有什么成效。 跟上个世纪,美国轰炸越南,朝鲜,以及这个世纪,打阿富汗,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,简直是相差太远了。 美国这是在认真的吗? 可是呢?2015年,俄罗斯介入了叙利亚的内战。 俄罗斯十天的轰炸,就对伊斯兰国造成了很大的打击。 这就凸显了,不是俄罗斯的轰炸能力比美国强,而是美国没有认真的在做。 现在,回到阿富汗的局势来。 美国对阿富汗撤军的安排,应该和2011年, 从伊拉克撤军的时候,是一样的。 按照美国的计算,撤军之后,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军会陷入内战。 美国只要适时地,对这两方的势力调节一下,让双方长久僵持。 那么,所谓的权力真空,就不会造成问题。 阿富汗临近的伊朗,北边的俄罗斯,以及东边的中国,都逃不到便宜去。 而且,搞不好,还会造成周遭邻国的动乱。 这就跟当初的伊斯兰国是一样的。 但是,美国千算万算,就是没有算到。 阿富汗的政府军,竟然这么弱,完全经不起大。 三两下,就被塔利班给打败了。 说打败,还是好听的,简直就是闻风而逃。 首都喀布尔市,都还没有开始打,总统就先跑走了。 这实在是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,也让美国和一些北约的盟国措手不及。 杨凤只能够说,美国政界的智慧,以及军方的参谋,在这一次都出现了问题。 美国在阿富汗的败退,是有史以来,最惨痛的败退。 逼得美国要调回大军,来防守喀布尔机场,好让一些美国人员能够安全地撤离。 7月10日,有关阿富汗的视频,我们说,塔利班这一次和20年前的表现是不一样的。 20年前的塔利班,无疑的是非常激进。 但是,这一次的塔利班,成熟多了,减少了很多激进的色彩。 比如说,塔利班在之前,会跟中俄两国商量,谋取中俄两国的支持,也跟伊朗沟通。 尤其是,7月28日,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,巴拉达尔等一行人,到天津和中国商量,希望能够获得中国的支持。 这样的变化,是谁教他们的呢? 7月的时候,塔利班对外发表了声明,有四个承诺和一个邀请。 第一个承诺,不侵犯中亚国家的边界。 第二个承诺,保证外国司令团,在阿富汗地区的安全。 第三个承诺,积极参与阿富汗各个政治势力的对话。 第四个承诺,在阿富汗内战结束之后,将会坚决打击,在阿富汗境内,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。 彻底根除,毒品泛滥的态势。 这四个承诺,都是外界所关心的。 塔利班这是要去除,外界对他们过去激进色彩的担忧。 完全就是一个准政权的态势。 并且,塔利班邀请中国投资阿富汗,重建阿富汗。 并且承诺会保证中国人员的安全。 这是干什么来着?这是要治国啊! 塔利班是草莽出身,打游击出身,搞激进活动出身的。 这些都是谁教他们的? 现在,美军几千人的部队,仅仅守着首都喀普尔市的机场。 想想看,一个国际机场,要怎么防守呢? 那是一片空旷,怎么守? 光是在旁边,往机场发射火箭炮,就可以让飞机上不了天。 但是,塔利班还是说了,不会阻挠美军撤离相关人员,会让他们走的。 你们看,塔利班现在也懂得国际外交的行规了。 过去,塔利班被认为是个激进组织,做事情忙忙壮壮,不懂江湖规矩。 2001年,被美国打散之后,就改行打游击,十足是一个老土。 听说,塔利班之前,参加杜拜国际会议的时候,还不愿意穿鞋子。 可是,塔利班代表于7月,在天津跟王毅会面的时候,各个是穿戴整齐。 我们看一下画面,这些看起来,都跟以前不一样,似乎是有人帮忙指导策划。 既然要掌权了,就得像个样子。 前几天,塔利班发言人舒海尔杀辛,他说,塔利班掌权之后, 阿富汗的女性们,不会被剥夺工作机会,和受教育的机会,只要她们在公共场合的时候,继续地佩戴,遮面头巾。 塔利班肯定是,吸取了伊斯兰国的教训,没有用激进的手段,来胡搞瞎搞。 我们俗称打天下,取得政权,但是打了天下之后,不是要来乱天下的,是要能够安稳地做天下。 但是,要做天下,就得要懂得治理天下。 成吉思汉打天下,灭掉金国的时候,毅然的,研聘了契丹人耶律储才,来辅佐他,治理蒙古帝国。 等到沃阔台掌权的时候,他被任命为中苏令,也就是宰相。 一律储才的期间,为蒙古帝国,原帝国,制定了许多的典章制度。 举凡经济的,农业的,还有财税上的,政治的,以及文化上的各种改革,律法,以及儒家的经典等。 那么,今天又是谁,帮塔利班来梳理这些东西呢? 说穿了,也就只有莫斯科,北京,还有德黑兰有这种可能性。 我个人是高度怀疑,这是北京在背后指点的,让塔利班能够向上。 因为共产党在当初也是打游击出身的,懂得这一套。 包括了,塔利班这一次用逐了心理战。 还没有打进首都喀布尔市,总统就跑了。 政府军也就散了。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抵抗力。 那么,这就有意思了。 不管是从游击战开始,到心理战术。 还有各种的国际外交。 包括了对中国,俄罗斯,和伊朗的外交打点。 以及国际的宣传上。 如果说,塔利班是脱胎换苦,可能还太早。 但是,起码是患然一新,有不少的改变。 这就是我们今天视频开头所揭示的。 塔利班这一次取得政权,不只是军事上。 还包括了战略和政略的布局。 并且是非常经典。 如果是北京在背后帮了塔利班的忙。 那就是北京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。 一方面是为自己寻求国土西边的安全。 二方面,在对美斗争上,借力使力,取得了重大成果。 三方面,这还为北京获得了,往大中东地区推进的战略。 如果这个推力成立,北京的四两之力,在关键的时刻点上, 推走了美军万亿美元在阿富汗的花费。 也打乱了,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之后, 维持一个离岸平衡守的角色。 我们不说推倒,要厚道一点,也实际一点。 这就是为什么,杨凤上一次说,美国对中国频繁出招,而且招势很多。 但是,有许多招势虚功。 北京的出手次数虽然少,但是只要其中一两招发挥了大作用, 功效就会超过美国的频繁出招。 前两次我们说,美国这一次的撤军,搞的是一团乱。 必然会影响拜登在国内的声望。 前天,拜登的民调出来了,支持率是46%,下滑了7个百分点。 接下来,就要看美国明年的其中选举了。 有关阿富汗的变局,从7月10号到现在,我们有四个视频,放在一个播放表列。 我们会把连结放在视频的下方,供大家参考。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。 至于阿富汗,会不会真的发生内战? 美国离岸平衡守的策略,是不是完全破功了? 北京是不是能够顺利推进大中东地区,来完善中俄1R8的布局呢?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,杨风视频。 谢谢各位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